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正好往南部走的话就留意一下 好我们今天的台股继续的上涨了58点 成交量的部分继续的非常小 只有995亿 加选指数涨幅是达到0.54个百分点 收在10863 那么OTC指数部分是下跌0.16个百分点 今天排面上又有什么样重点观察吗 还有我们百事可乐表现不错 还有什么样其他的个股 拥有低位阶主底棋入旺季的好机会吗 请教老师 对我想今天是连续第二天量缩 但是量缩只不到1000亿 但是我们连续第二天是站上在年限之上 今天还拉一根红棒 这个还算是一个中红棒 好像还不错 但是它的不错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传产拉跟全指股 尤其尾盘在拉全指 包括什么 包括台数 你看那个台数 今天涨了3% 就靠这一类的龙头股在走 远东新创新高之后 今天还涨了6% 所以相对来讲 这两天远东的都很强 对对这三天 连涨了三天 所以1216的统一 今天也涨了2.2% 那电子股当中有没有 也有了 就台积电涨了1%而已 但不管如何 全指股在今天尾盘都动了 然后之前的传产股是盘面的重心 现在看起来还是 因为罩子类股仍然是盘面最强的 昨天好像也是罩子 今天还是罩子 而且涨了4% 不得了 那纺织类股涨了两个百分点 那电器电缆涨了也接近两个百分点 树化涨了1.9个百分点 你就知道所有的资金都往传产走 当所有的资金往传产走的过程当中 电子股就失险了 那为什么大家会往 受青睐 对 为什么大家会往传产走 害怕 因为怕贸易战之间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 今天晚上才会知道 就是你们贸易战的结果如何 今天晚上 那么结论出来之后 再看看明天的部分如何来动 那我为什么去谈这个东西 就是说 为什么电子股最近的人气比较淡 那今天稍微好一点啦 就昨天是在50 我记得是56 57% 今天的这个收盘有六成 就接近六成 六成以上 就六成左右 所以相对来讲 今天电子股的人气有稍微回问一下 那电子股人气回问回问在哪里 印刷电路板 第一架的印刷电路板 好 就是我们其实电子股的部分 变成高价最近走得比较弱 像被动元件 好 那低价的部分呢 就稍微强一点 然后那就像印刷电路板 好 这是资金的移动 那也就是说 大内高手 就大资金的内资 其实是观望的 高价股不会动 那被动元件不会动 那就是大资金在观望 是 那低价股会动 那大业内进来 就业内盘 就是你量够大 够低价 然后可以做业绩 我就冲销 那个是属于业内盘 所以今天的盘面 结构当中 是属于业内盘 那大内高手的股票 基本上是不动 而且是下滑的 你可以看到 今天杀的比较凶的 叫被动元件 好 待会来跟你谈被动元件 好 也就是说 其实电子股当中 也有火种 但这个火种 是由业内盘 去做推动的 所以也有人气 像是印刷电路板 一拉上来 那个男子店 就往上跑 金像电是指标 2368金像电 今天涨了6.3个百分点 创新高 被处置 然后还是这样 创新高 男子店 拉了两只涨停板 昨天涨停 今天再涨停 这就是印刷电路板 从底部开始起来 做一个拉伸的结构 今天甚至联动 到了2367的药滑 都涨了快6个百分点 好 你就知道 包括2313的滑通 也涨了4.9个百分点 然后这个整个 第一架的印刷电路板 都被金像电带起来了 好事 因为以往电子股当中 是没有族群性的 金像时间 对 当金像电在往上走的 过程当中 直到这两三天 才看到其他的个股 开始做补涨 也就代表了一件事情 大家看到金像电 那有的人不敢去买金像电 对 就想说印刷电路板 会整个族群起来 真的 你的想象就开始出来了 那开始出来之后 买盘就进来了 买盘进来之后股价就往上跑 所以这一部分来看的话 就变成 原先没有族群性的效果 变成有了族群性 族群性我们称之为投机力 就是大家敢追价的力量 就当金像电往上走的时候 我敢去追星星 我敢去追华通 我敢去追药华等等 然后就追价的力量起来 换句话说投机力也存在 这是电子骨的火种 或者是伏冰 就在低价的印刷电路板 好 但是第一印刷电路板的走强 能走多远 这个地方就不是很清楚了 为什么我说不是很清楚 因为毕竟电子股的比重 成交比重只有六成 换句话说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大部分的资金是跑到传产去 少部分资金回来买了一些电子 就是低位阶的电子股 这次我跟各位谈过了 最近你要选股的话 一定要从低基期着手 那低位阶啦 低价啦 都是属于低基期的 然后呢 主体期啊 有一些没有主体也没关系 就单脚弹生 不过我对那个单脚弹生的 比较没兴趣 好 就是纯粹 他们就是一个补涨的架构 好 入旺季呢 印刷电路板 刚好第三季是旺季 就是你要了解到 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好 不管如何 最近的走势里面 大概就像低价的印刷电路板上来了 这是电子的浮冰 但是高价的被动元件杀下来 高价的被动元件杀下来是 大内高手 就是大资金的内支 在玩的股票 休息了 你从量说就知道 好 另外今天在 在今天突然崛起的一个 一个族群叫做风电 好久没听到了 风力发电 对不对 好 然后风力发电出现了一个 转强的动作 记不记得 我记得 不知道是在上个月 还是月初的时候 然后呢 那个挖矿骨也开始涨了一段 有没有 后来再全部栽回去 好 你先了解到那个概念 可是今天的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今天的 待会儿来谈 待会儿来谈 我们之前的挖矿 挖矿是不是 我看一下 挖矿的概念股曾经涨了一小段 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 汉讯还 对 也拉了两只停板 动一下 动一下 好 那为什么挖矿会走 那是七月中旬的时候 那是因为比特币的股价 这个汇率 从6200美元 然后涨到8400美元 好 那8400美元 然后呢 很多人寄望再往上走 然后就摔回6000多美元 然后又摔回来 所以这变成这个挖矿的概念股 又摔回来 好 那今天呢 是所谓的风电股起来 好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大彰化的这个离岸风电 它是由丹麦的一家厂商 叫做卧序能源德标 好 那德标之后 因为他必须要承诺 要国产化的采购 是 所以这一次会不会比较不一样呢 因为之前的临选 之前的德标的人 他都没有要国 都是国外的 对 跟台湾厂商来讲 影响没有那么多 那这一次的影响 或许会比较好一些些 好 但是呢 他的采购是水下基础的一个钢购啊 他采购的是谁 世纪钢嘛 好 所以9958的世纪钢 今天就涨了3.4个百分点 你有沒有发现没有涨停板 现在很难涨停板 怎么会 怎么会 他说这个 卧序能源说 水下采购的一个 水下基础的一个钢购 他会向四季钢 中钢跟台船来采购 那中钢的部分 当然就以谁来为主 中钢购啊 涨停板呢 2013的中钢购是涨停板 好 等于说 相对来讲 资金不够那么多 我也不知道 就大家追加的意愿没那么强 那上尾头已经不是指标了 真的哦 对 已经变成不是指标 所以今天上尾头冲上去又杀回来 那主要还是在世纪钢跟中钢购 材料了吗 嗯 还有台船啊 好 那台船今天也涨了5.5个百分点 好 等于目前看起来就是中钢购涨停板 2013的中钢购 好 这就是风力发电有人在问 会不会再来一段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就是有机会 有机会是因为它国产化 国产化的采购 对于我们本身的一个这个 这个国产的这个 风力发电的一个业者来讲 它是收费的 嗯 我们希望有一小段上去 至少 至少跟比特币一样 长了大概有两个 一个一个礼拜吧 那那时候挖矿股也走了一个礼拜 那我们希望风力发电也有一个礼拜 不过这一类的股票 基本上它因为都没什么赚钱 所以我们称之为题材股 好 我有跟各位谈过了 就是现在的 就是股市当中有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成长股 现在就成长股都是鱼类类 那另外一种是价值股 那价值股的部分 那么在目前为止当中 是盘面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 你看那个低价的PCB 很多都是股价净值比低于一倍的 就等于说它比较低价 所以它有一些价值性的一个衡量 然后再来就是题材股 所以题材股的部分来看的话 风力发电 挖矿啦 都是题材股 那今天风力发电上来 那也就说明一件事情 大家还愿意在什么 题材股当中展现它的买盘 但这个买盘只愿意在哪里 非电子 我刚才谈到台船不是电子 世纪钢不是电子 重钢构不是电子 他们是钢铁 好那也就是说 从这地方来看的话 就变成说 大家比较不敢买电子 比较敢买传产 那原因就在于我刚刚谈到 现在投资的心态比较保守 那相对来讲 电子股大概就要成绩了 休息 你反推回来 我们反向思考 当电子股的人气在退烧的时候 那也就说明一件事情 电子股的沉淀期就开始 那这个沉淀 但要量缩价不跌 量缩那个股价之跌也没有用 所以量缩价不跌 就是我们后面判断的 好那怎么样去判断呢 我想我用一个 大膜降频上营的这个消息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2049的上营 工具机的龙头上营 那Morgan Stanley降频上营 他的目标价降到了250块 今天吗 就前几天吧 包含了今天好像又讲一次 又讲一次 那对就又讲一次 结果我们看一下上营的股价 走势 有跌 但已经没有像之前跌那么多了 好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谈这个东西 今天上营收的是 跌了4块钱 跌了1.45% 收在271 我要讨论的关键点 现在利多对电子股是没用的 对高价股来讲 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因为利多没有人要追 那我就用利空来测试一下 所以当上营碰到大摩降频的利空的时候 看他的股价有没有回稳 我们说利多做头 利空足底 对吧 就是当你有利空的时候 你会引发一些 对 你会引发一些卖压 那卖压如果被消化掉 那他就形成足底的架构 所以上营在今天的走势 我觉得还蛮平稳的耶 因为今天成交量只有4132张 昨天成交了还有7624张 所以相对来讲 有这个利空出来之后 似乎没有太大的卖压 不过我也偷偷告诉各位 Morgan Stanley叫做大魔王 好叫大魔 大魔啦 不是大魔王 他就是大魔王 他就是大魔王 为什么他卖上营是从5月份开始卖 一路卖到了这几天才降他的频 然后呢卖了多少张 我去统计了一下 总共卖了将近19000张 所以大魔早就卖了 早就卖 那卖到最近才公布他的降频 好 我再查了一下上营昨天的 Morgan Stanley的 还是站在卖方 没错 我就看看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他到底还有没有卖 如果还有卖代表 就算还有卖 他其实也是最后一点的库存 在我看来也是最后一点库存 因为你已经卖了两个月了 好不是你刚开始卖而已 第二部分 如果他反向站在买方 大家就要思考一个逻辑了 外资的报告 是在他客户卖完之后 才回过头来什么 去下散户 然后他准备要接嘛 好这个地方 你们要理解这个概念 所以如果他的降频 是在股价大跌下来之后 我们要观察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你的降频 你还有没有卖压 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的降频 你到底是要买回去没有 这个地方去看一下 所以我想从这地方来看 我本来还有点犹豫的 那目前看起来工具机 准备进入主体期了 因为利空在低档呈现了 好那就看他后面的承受度如何 好如果能够抗住的话 那也就代表他们的卖压减轻了 好我为什么去谈这个东西 因为今天有一档股票拉上来叫联发科 2454联发科 他也是被外资降频的一档个股 那今天有个利空叫AMD去告联发科 壮告联发科 然后那今天是利空 今天联发科呢 没有跌涨了2.2个百分点 然后你看他的股价位阶 最近的低点是244块 他的股价已经打到了低点 从374跌到剩下244跌掉了130块 所以换句话说联发科 在短期间碰到利空之后不跌了 我想未来有很多很多的个股 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是你股价修正回来之后 然后外资降频 外资降频或者法人降频 如果他没有这个利空出来 他股价没有再续跌 他就准备进入主体 或准备进入反弹 如果这些现象越来越多 那电子股 他的沉淀的效益就很大了 所以我刚才谈到了 最近的电子的成交比重 降到了六成 甚至六成以下 那就让电子股自己去做沉淀 好 短线课别再来缴获 但是短线课看起来 短线课先退 对看起来都不退 我去查一下 真的吗 还像之前这么猛 国际他的当冲率在昨天是67% 有少一点点 没有啦 一样啦 真的一样吗 对对 我怎么 我讲给你听 我本来也 其实我也被这个数据有点迷惑到 我后来想通了 我们先讲一下他的部分 当冲率的部分 我去抓了一下 国际昨天的当冲率是67.2% 我不是昨天讲吗 说国际在12点半之前 他的那个振幅只有不到2% 就1%多而已 那你怎么当冲你都输吗 除非你先卖后买 有没有 我昨天讲过这个东西 那后面昨天的振幅是3% 今天稍微大一点 那华兴克的部分 昨天的当冲率是75.4% 我怎么想都想不透 他们量缩下来了 就昨天了 量缩下来了 为什么当冲率都还维持在高档 其实后来我想通了 当冲率是指比例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量1万张 我冲5000张叫做50% 现在我的成交量是5000张 我冲2500张也是50% 对 所以我后来就想想 这个当冲率不是我要去观察的 它不重要 重要的是成交量 懂了吗 这样懂需要我再讲一遍吗 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的个国的成交量是1万张 那其中有5000张是属于当冲的 所以你的当冲率是多少 50% 今天如果我的成交量只有5000张 是不是量缩了一半 可是你的当冲的这个张数 2500张的话 它还是50% 所以那个率是不容易掉下来 所以重点是回到筹码面 就要看成交量 那量的部分来看的话 昨天的国具量缩了 但是今天又稍微放大了 来到12883张 那也还好 因为它在20日均量之下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现在的我觉得国具货 就被动元件的部分 我讲的是一线 NMLCC 你那些二线的一定跌更惨 我强调一点 然后就是将来我会处理 我会出手去买的一定是NMLCC 不会是其他的这个二线 那也就是说我在观察的 只会观察NMLCC 所以我想国具的一个量缩下来 然后呢在20日均量之下 这一段需要一段的期间去整理 所以呢 它的股价就看它量缩之后 能不能守住重要的关卡 那这一部分就要稍微观察一下 如果真的守稳了 形成所谓的一个打底格局的话 打出一个半个月的小底 然后再往上攻 那那个力道才会比较强 所以投资朋友一定要了解到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最近的操作 那短线上面来讲 它比较偏弱 所以因为资金移出了 所以现阶段的操作 对于它而言 我们是盯着 我每天盯着这个NMLCC在看 直到可以出手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我的讯息 好的 就会收到口学 那当然矽金源也是一样 所以矽金源也准备进入 所谓的打底格局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最弱势的叫环球晶 今天环球晶的部分 没有再跌咯 长了1.40% 虽然并不是很多 但是呢 昨天成交量是9400多张量太大 今天已经缩到5400多张 那量已经缩回到20日均量之下 好现象 然后呢 量缩不是代表它不会跌哦 但是量缩 第一件事情是量缩下来之后 筹码才会沉淀 所以将来的环球晶 需要在20日均量之下 整理一段期间 那股价如果不再破底 形成一个打底格局 后面它就会上去了 这是筹码面的部分 所以你发现到我们最近在 布局的部分 如果要做短多的话 我大概都往非电子股去走 那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现阶段电子股的一个 这个人气比较弱 没错 然后传产的人气比较弱 第二个原因就是 非电子有很多都已经打出底部 像之前跟各位分享的 百事可乐 9938的百合 那么在今天再创新高 那之前完成了一个WD 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我想未来的操作 不管是电子或非电子 我大概都会先以 你进入打底格局的股票为主 因为我也会害怕 所以我想操作上面来看的话 筹码越稳定的 才会是我选择的一个方向 好的了解了 谢谢老师 仔细的一些说明 好那么时间关系 访问分享也进行到这里 听众朋友不了解的地方 或者听不仔细 欢迎您可以再来电咨询 或者是可以上 轮远头顾的官网重听 好 今天时间关系 访问也进行到这里 感谢轮远头顾 杨天体 鸭师的谢谢你 谢谢喜珍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 如果想要知道老师的所有细节 欢迎您来电咨询 工商服务的电话提供给您 0223219933 0223219933 杨老师的免费Lite 也提供给大家免费加入 小老鼠FU8899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 投资理财王第二个单元 股市战将 邀请到的是市场当中的资深分析师 华信头顾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嗨 齐政好 大家好 是林德彦 好 老师我们看到台股这个礼拜 今天是周四 反而是每天都在涨 今天又持续的上涨了58点 指数来到了10863 成交量依然非常的小 只有995亿 这是还没有包括盘后的部分 好 老师我们今天细节上 怎么看呢 好 那么是不是我们 礼拜六要办演讲嘛 要预备的是九月行情 可是目前距离九月行情 还有一个礼拜的教育时间 这几天的盘 我们应该怎么操作比较好呢 请教老师 好的 一个礼拜很快 八月已经快到尾声了 八月份我不知道大家操作的情况如何 我想我的感觉啦 普遍应该是不好 很多人都很受伤 因为融资应该伤得还蛮重的 因为八月份的融资是大瘦身的 而且瘦身的幅度可以比美到 二月份过年前崩跌一千点 融资少的额度 差不多 所以八月份不管你成绩如何 有好成绩 九月份要请上添花 那如果八月份真的是不好 那九月份没关系 加把劲加把油 把八月份输的再要回来就好 本来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有输有赢 输输赢赢 只要你做得就赢了 只要人在钱在市场在 你随时都有翻本的机会 重点是你要做对 重点是你要做对 你一定要养成顺势操作的习惯 不能一直逆势做 逆势做的风险真的是很大 这是无法控制 你看最近这一两个月 有多少股票跌幅超过50% 你如果一直逆势在做的话 那再多钱都不够赔 所以首先你要先掌握到 大盘的方向跟主要趋势是怎么样走 你知道办法真的成为赢家 那九月份的行情到底会怎么样走 我在礼拜六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我特别为大家 我的重点要讲的内容是 我要把九月份的行情 事先跟你公开 九月份的行情会怎么样走 我会事先跟你预告 让你在九月份方向掌握对了 你就有办法成为赢家 我先这样跟大家透露 九月份是一个大转折 高级是大转折 我先这样跟你预告 还不够转折 九月是大转折 重点是它的时机点是落在什么时候 你太早进去危险 你太晚那要追高 你要恰到好处 你要事先先知道 转折的时间是在几月几号 是在什么时尊 就在那个前后一两天 你进去正好可以买在最低点 你把九月份的转折时间 如果事先掌握住了 那你就成功一半了 你就成功一半了 所以礼拜六下午两点台北厂的讲座 要来听 这是让你把八月份亏损 追回来米平最重要的一个时机点 昨天已经开始接受预约报名了 那昨天报名的人还不是很多 往往 因为我们每次在办演讲的时候 真正报名热络的时间 就是在礼拜十跟礼拜五这两天 都比较晚 昨天其实已经也不少了 你还没有报名的 等一下你可以利用广告的时间 一边打电话进来报名 一边听我们的分析 好的 好 今天台北股市涨58点 可是量很少 今天量995亿 昨天977 今天995 两天都是自息量 今天涨了58点 你很难想象 涨58点竟然会是这种量 想不到 那这种量无非就是大家在观望 大家在等待什么事情的发生 一定是在等的嘛 在等的过程当中量才会变得那么少 那在等什么事情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家在等待160亿美元 25%关税的生效 在12.01分的时候 美中双方都同时发布了正式生效 很准时啊 都在12.01分发布正式生效 那发布正式生效之后 结果行情并没有杀 并没胎 甚至于还涨了上来 这什么原因 因为早就在预期心理了嘛 因为时间表就定在那边 所以大家都知道在这一天会生效 所以当有预期心理的时候 波动就不会来得那么大 甚至于可能有些人会说 发布完之后反而涨上来 是不是利空出镜 你先不要这么想 因为这个动作本身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啦 对于长期来说是会有后遗症的哦 对于长期来说是负面的 因为你想啊 前两天 美国跟欧盟在千零关税 美国跟欧盟在千零关税 那美国跟中国却在 互相的拉高关税 所以说这个后面会有后遗症啊 只是今天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 没有如预期中 所想象来那么恐怖 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所以没去怕到嘛 可是后面的后遗症 大家恐怕就要小心一点哦 这一点你要特别留意 那这个行情我在上礼拜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上礼拜跌到10606 我就跟大家预告过 这礼拜是200点的证服 10600到10800 果然真的涨上来了 所以今天来到10863 这是预期中的事情 可是量缩下来了 行情在涨 你要有同步对等的量放大 你量缩不是好事 量缩不是好事 所以要特别小心注意 如果量持续还是维持这种低迷量 动不过来 听到没有 动不过来 要帅你 好 今天盘面上的重点 当然就在台积电哦 今天台积电 涨了2.5元 台积电涨了1.05% 那光是一档台积电 占了今天就已经占了快30点了 但大力光今天早盘开高压下来 收盘还是有在回到平盘 所以大力光稳住了高价股的一个行情 昨天高价股跌的还蛮重的哦 那高价股跌那么重 其实是中石户的筹码有松动的现象 所以今天大力光有稳住高价股的一个情况 那台积电是稳住指数往上推升的一个推手 可是今天最强在哪里 今天最强的累股跌到 你知道吗 今天最强的累股在 不是钢铁 应该讲离岸风电 因为离岸风电 前次招标完之后 你招标完不是结束 你要知道 招标完它是另外一个开始 因为你工程让你标到了 下一步就是怎么样 就是施工嘛 对 尤其它是有时效性的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那这次在离岸风电招标完之后 政府的目的 不管谁得标 但这次大概快七成都是被外商得标 那好处就是在于说 政府要求他们要以在地化的一个取材 也就是说以台湾内部 不管是在发电机组 或者是在建设用的钢材 甚至于铜线的部分 线缆的部分 一定要用在地化 在台湾取材 所以今天消息也传出来 开始做建设了 所以今天在整个离岸风电 材料的部分 今天是全部大涨 首先从中缸构涨停 星光缸涨停 涌冠间涨4% 上尾头涨5% 台湾涨5% 因为台湾主要 有人可能会想 做线跟离岸风电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因为你是不是在岸边坐 你是在海上坐 所以需要有船只专门在做那些水下工程的部分嘛 所以今天包含台湾涨了5% 然后华城雅力 都大概涨了4% 5% 所以今天排面上 其实最強是在离岸风电材料的部分 材料 可是会不会又是短线两三天 很有可能喔 在观察 因为最近的行情 现在都很 都做很大 都两三天两三天 有点时间 只有一天 隔一天就没去 隔一天就消风去 所以在操作上 你要做多的话 尽量还是以短多为主 你不要看今天涨58点 今天被动元件可是大跌的喔 今天OTC指数是跌0.16% 被动元件今天跌得很惨喔 国具今天跌4% 华信科跌4% 和生堂跌3.5% 天阳跌8% 信仓殿跌7.4% 自保跌6.3% 大义跌5% 其立心也跌5% 你想象不到喔 加权指数涨58点 这些被动元件 竟然平均跌幅都到5% 光节跌7.4% 包含密忘石也大跌7% 被动元件 普遍跌幅都已经超过50%了 最近很多人看跌生之后 还是继续建议大家买进 我就说过啦 你越跌越买 结果就是越买越跌 真的就是这样啊 被动元件完全起不来 前几天大家在抢当冲 让它停顿在底部 那今天又全部又杀牌一次 所以最后被动元件 除非你赚了就跑 两%三%没关系 贪的会跑 你还没跑的 今天全部又破底 全部又投入了 这个就是逆势单嘛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不要一直去做逆势单 做勾票你爱顺势 顺势才有办法赚到钱嘛 你做逆势单的结果 怎么买怎么套 你不愿意跑 那就越套越深 越艰苦的啦 做勾票千万不要这样算 这样是不对的 你看我们顺势操作 我们15档空单 我们扣15档股票 全部都赚啊 你看最多一档 松钢66% 两个多礼拜时间 66% 连刷高级的跌停板 第十天开跌9% 全部补掉 但松钢这种股票 是可遇而不可求啦 不可能大家都这样 那其他股票 赚3%的也蛮多的啊 对包含汉磊 存安 杨明光 精彩 慧传科 卫树 这个获得都超过30%啊 你知道昨天我们 趁宣德反摊的时候 5457宣德趁他反摊的时候 昨天57块钱又加空 今天宣德53.3 掌57空给你换3.3 昨天空到今天 7%耶 一定是顺势单才会这个样子嘛 所以你要养成顺势方空的习惯 那到底9月份 行情该怎么样做 才是叫顺势操作 你要掌握到 转折的时机点 是 礼拜六讲座 要不要报名啊 优先打断先来报名 嗯 好 谢谢老师了 真的顺势操作 非常的重要 而老师呢 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这些个股 都是持续追踪的哦 好 我相信了 大家也耳熟能详 想要知道更详细 把握接下来的行情 欢迎大家报名 周六的演讲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听朋友 可以利用工商服的电话 也就是02-239-239-88 02-239-239-88 预约周六的演讲会哦 欢迎听朋友 再回来咯 指数这个礼拜呢 都一直慢慢的涨 可是呢 在细节的部分哦 主流真的不明哦 在操作的部分 大家一定要特别谨慎 老师你刚刚上面 这段有提到哦 就是宣得的部分 在昨天 嗯 他谈上来的时候 反而再进行下一次的空哦 那我觉得很多投资朋友 虽然知道老师呢 操作了这些个股 可是不对的时间去 不管是做多或做空的话 常常有时候也是 也是得不到便宜 对不对 这个有很大的技巧 有什么样要留意的地方吗 好的 那今天第二段一开始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我们刚才播的这首歌 啊对 对 我怎么 今天是8月23号 是 有没有想起是什么日子 823炮战 那这首歌是 苏瑞演唱的 钢铁的心 嗯嗯嗯 是823炮战 30周年的纪念歌曲 哇很有意义 那今天 是60周年 嗯 所以在这里 感谢 所有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 那才能够呢 我们这些晚辈 能够在这片土地上面 安身立命 能够好好的 生存下去 谢谢你们 这边先感谢前辈 好那 刚才有谈到说 我们空宣德 大家知道我的操作习惯 我不喜欢追杀过低 嗯嗯 做多我不喜欢追买过高 是 所以我空的股票 都是业绩很烂的 不但是业绩很烂 而且是要涨高上来 主力跑掉我才会空 你看我宣德 嗯嗯 宣德我们原本是 62块钱空的 那空了之后慢慢走低 最低跌到49.9 那指标已经很低啦 所以我就不再追低 那这两天 我再等他弹上来 那昨天弹上来之后 我看实际点差不多 是 同时57块钱再空 空了之后 今天又掉下来 今天就53.3 嗯 你看昨天空 到今天又7%了 所以养成顺势操作的习惯的 同时 也不要 你要说 穷口莫追 是 做多不要追到太高 嗯 做空不要杀到太低 是 反弹上的在做 养成这个习惯 嗯 那这也是我在代会员 一贯的一个准则 你看我们 3374的精裁 我们精裁第一次是65块钱空的 空完之后 慢慢走低 财报发布之后 一开跌停板54 我也没去追杀 我等他又弹高上来62块钱 我再加空 一加空下去之后 礼拜五跟这个礼拜一 又连续两天 两个跌停板 那两个跌停板跌到44块钱 65块空 担起来62块 又加空 然后摔到44 我就不再追空了嘛 对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问我说 老师精裁什么时候还在加空 我说不要急 有弹上来我们就加空 那如果没弹上来 就让他一百溜溜去 没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养成习惯 不要去追杀过低 你看3508的位数也是啊 位数今天又创新低哦 因为我今天好几档个股 像加零位数 今天虽然没有大跌 可是都创新低 你看我位数是70块钱空的 然后跌到58之后 我等他弹上来 64又加空 那同时在强帮初级 60块钱的时候 也推荐给大家 跌到54之后 弹上来58又加空 然后跌到50以下 我就不再追了 就让他自由落庭 慢慢跌下去 位数半年报也是亏钱 宣德半年报也是亏钱 金财 会赚科 加零也都是亏钱的 我现在在锁定一档 我觉得他有机会变成 松钢第二 因为松钢半年报小亏 股价六十几空下来 崩跌 连续快十个跌停板 但不只 因为我补掉之后 后面还有两个跌停 我们没贪到 没贪到 没贪到 没关系啊 我们主要的利润 已经吃下来了 对不对 我现在在锁定另外一档 半年报 要7块钱 上半年赔了快7块 股价还在130几啊 太离谱了 但我们现在我们在137到140放空之后 我们已经大概赚了七八块了 可是我觉得还不够 他只要125跌破 必定崩跌 哪有那个 半年报 后要7块钱 股价百几块的 有那个事情 只是因为主力 还没有完全的测清 等到主力 你让他跑掉之后 那个下去更可观啊 那个下去更可观啊 所以你想要顺势操作的 跟着林黑炎脚步 我才会带你做 那9月份该怎么样做 才会是顺势 我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 9月是大转折 9月是大转折 为什么叫大转折 因为转折之后会有大行情 小转折会有小行情 大转折会有大行情 9月那个转折点是大转折 大行情的转折开始 所以你如果能够掌握到 转折的时机点 那你就成功一半了 有时候太早买也不是 太早买可能你要被嘎 搞不好被嘎个10%20% 你就没信心了 对 那太晚买 你要追高去帮人家抬轿 所以能够掐到好处 能够掐到好处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我虽然在做空 我的习惯当我在做多的时候 我会开始准备空单的股票 那当我在做空的时候 我会开始准备做多的个股 所以现在我也准备了好几档 业绩都创新高 股价在底部的 已经开始进入足底的股票 这个都是我的口袋名单 这我口袋名单里面已经好几档 今年业绩创新高 可是股价却是在底部的 我不会急得出手 我会等到时间到的时候 再来做出手 那这些股票未来都有机会像雅尼一样 顺便跟大家谈一下 今天雅尼我们全部出清了 雅尼今天创新高45.7 我们29块开始说 今天45.7 但我觉得雅尼长期还是看好 因为本一笔以今年获利 大概可以撞到4块钱来算的话 本一笔才11倍而已 可是目前它不管是周线 或者日线指标 都已经到很高的地方 所以建好收 留一点尾巴给别人无所谓 雅尼如果再压回来 到一定的点位 我会再进场 那我刚才讲过那些 口袋名单里面要做多的股票 其实都有雅尼的影子 都有雅尼当时的现象 等到时机点到 我们就会开始布局 所以关键在于转折的时机 到底9月份行情会怎么样走 礼拜六演讲 我来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达大金来报名 好谢谢老师的补充了 不管是做多 或者是做空的个股 老师都很有原则 希望大家有听得仔细 同时也有吸取到老师的 多年的专业的精华 任何疑问 欢迎再来点沟通 个股有问题也可以提出 感谢华信头顾 林何妍总顾问分享 谢谢你 好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听朋友 想要报名礼拜六的演讲 赶紧利用工商服的电话 02239-23988 02239-23988 老师跟大家分享 就是台股9月走势大预测 包括了转折 还有多空个股的推荐建议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